大人,按理说不涉及到官员犯法之事,不应归锦衣卫,可不知怎的,兵部却将案子移交给了我们,这倒是有些让人想不通,无妨,接了便是,是,大人,卑职去查看过,兵部员外郎杨瑞安昨夜猝死在府中,府内并无异样,可以初步排除他杀,武作验过了吗? 怎么说,武作验看后,身体未受外伤,死者面部稍有些扭曲,应是死前经历了些许痛苦,据死者家人反映,死者有心计之症,武作判断是心计突发猝死,路易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半晌才停下说道,杨瑞安刚戒不惑之年,此人善武,前武力不弱,前些日子还听说他在兵部对新人训事, 与八人比五人不落下风,这心计之症,路易继续用手指扣着桌子,倒是有些蹊跷,存浮听罢,想了想,大人可是怀疑他的死因,路易点了点头,走,带我去看看,路易仔细查看了事一体,除了面部有些扭曲,其他却是不见异常,丫头掺着一个富人哭哭啼啼地上前来, 那富人到了个万府,见过路大人,路易瞥了一眼,便问道,夫人免礼,有几个问题要问问夫人,第一个发现杨大人猝死的是谁,是我,你是如何发现的,昨日大人回府后便已是黄昏了,他说身体劳累,要早些歇息,切身便服侍大人洗漱更衣,之后大人便回卧房睡下了, 那你呢?杨夫人抬眼看了一眼路易,又演了面亲戚,都怪切身,大人并未用膳,可切身却是饿了,服侍大人歇下后,便去用膳,洗漱,又吩咐下人做了些事,大概一个时辰后,切身再回到卧房时,大人他就,就,杨夫人擦了擦泪,继续说道,切身回到卧房,拖衣上床,身体挨在大人身上, 发现他身体冰凉,切身便想给他盖好被子,却发现他面目有些猙獰,切身一时害怕,便想推醒他,杨夫人停顿了一下,可怎么推都不行,叫他也不应,切身感觉不好,便用手去探鼻息,竟然没有了呼吸,说吧放声大哭,路易等了半晌,那杨夫人才止住哭声,我家大人一向有心计之症, 切身想,定是公务繁忙,大人身体累到极致,因而突发心急致死,今日五座宴事也是如此说的,这位大人当时在场,杨夫人看了看层服,还请杨夫人节哀,路易说吧,抬脚就要走,那杨夫人到了个万福,切身送路大人,突然唉呦一声,路易回头一看, 原是那丫头不小心踩住了杨夫人的裙摆,杨夫人行李起身时险些摔倒,丫头手忙脚乱去扶,从杨府出来,路易扭头吩咐臣服,你去兵部打听一下,臣服点了点头,扭头便走了,路易信部走到了林家医馆,前辈,林姨, 若一个人有心计之症,他可否动用武功,或者说动用武功后会有什么后果,不等林林说话,盖书便说道,你小子这都不懂,若是有心计之症,别说动用武功了,就是快速跑上几百米,人也就完了,受教了,前辈,路易笑道,今日医馆怎么没有病人,今日歇喜,我和林儿正想去你府上呢? 林儿心心念念她的两个小徒弟,就是你的两个宝贝儿子,路易笑道,张儿和成儿虽小,却对医术格外有兴趣,我见他们这几日痴迷任学,试着考了他们一次,竟然全部都准确无误,全仰仗林姨的悉心教会,易儿在此谢过了,林林笑道,我的徒弟我自然会教好,用你路大人谢什么?盖书嘴一瞥,坑了一声, 林林忍不住笑了起来,要我说啊,林大夫呢,教得是好,你路大人呢,生的儿子也聪明,可是,盖书瞧了瞧林林,又看向路易,你这儿子也真是淘气得可以,欺负人那也是明目张胆的,前辈, 赵儿和成儿若有不实之处,前辈尽管教训便是,路易绝不袒护,你说得轻巧,你知道那俩小坏蛋是如何认学如此快又准的吗? 路易一条眉毛,这个,倒是不知,林儿教他们认学,说,若是在人身上练习就会更快认谁,这俩小坏蛋便要求于我,我不同意,便上手扒了我的衣服,我老人家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林林笑道,又矫情不适,你若是不同意,赵儿和成儿那么小,怎巴得了你的衣服? 路易鸣嘴一笑,起身告辞回了北镇府司 大人,卑职已打听过,近一个月来,兵部进了一些新人 那杨大人上午,兴致所致,生前曾对新人训事过几次,别无其他,可有听说这位杨大人身体有疾 这个倒不曾有人说,兵部同僚说,这位杨大人有个习惯,每日里必会抽出半个时辰练武 十八般武一样样精通,都对他赞赏有加,路易点点头 大人,若果真如此,那心计之说恐怕就站不住脚了,卑职去将那事一体运回来 再行检验,路易摆了摆手,明日再说,先回府,两人进了府门,转过屏风 便见圆京夏正在练习八段锦,招儿和诚儿在一边陪着练习 三个人倒是越练越像样了,路易微笑着站定,看着 招儿和诚儿见识跌跌回来,侧枕头,几眉弄眼,嬉皮笑脸 路易将脸一扳,严肃起来,两个娃娃一伸舌头,立刻将头扭正了 圆京夏受了事,转身看见路易和岑福,便笑着走过来 大人,岑福,你们回来了,当,路易微笑,叹了身子温身问道 练了这么久,感觉如何,还不错,就是有些腻歪 大人,这一天练两遍,可否,圆京夏突然停了 鼻子嗅了嗅,凑近路易身边,又吻了半天,疑惑地盯着路易 夫人,怎么了,圆京夏眉里路易,转身看了看层服,又围着层服转了一圈 圆京夏转回两人面前,咬牙切齿地道 好,很好,两位大人,可是逍遥得很呢 路易和层服面面相去 装,还装,圆京夏一掐腰 先是回头冲招儿和诚儿说道 去找小姨和弟弟玩 两个娃娃应声便跑了 圆京夏掐着腰,在两人面前走来走去 眼睛却一直不断在两人身上扫来扫去 路大人和层大人如今越发地沉稳了 这表情无辜得很 我竟然都快信了 路易笑道,惊吓,怎么了 怎么啦 好